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天赐的声音一米六一的周身也太会打扮了,穿大衣配红卫衣好清爽,空降录制现场,惊艳所有女星。 很多人都知道,服装穿搭是一门学问,它不是简简单单随便的搭配,也不是随手进行胡乱的穿着,而是要在普通的衣着中塑造出美,强调和谐和自然感,更是时尚感加持。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,让很多人犯了难,时尚的穿搭或者好看的服装进行组合,总是能够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尤其是秋冬季节的壮色打扮,自带吸睛与时尚别致彰显别致效果。 对于壮色打扮来说,它热烈明媚又不俗套,不管是温暖色调之间所展现出来的如沐春风之感,还是夸张配色之间的相互吸引,总能有不一样的时尚感。 秋军怎么穿搭都不玄老,全身红蓝配色好抢眼,戴着少年样好减零。 是的,没错,当你觉得服装穿搭没什么亮点的时候,不妨选择壮色的搭配,尽管它也是很常见的搭配方式,可总能点亮秋冬的街头,还会个性十足。 其实,壮色搭配在家装艺术品中比较常见,可在服装上也丝毫不逊色,那种桀骜不逊的与魅力的温柔,来回穿梭却不显美和,显出美好的同时也有美感。 壮色打扮挺适合冬季,时尚不俗套,还好看,连周深也爱这么穿,时髦的男孩子可以学习其中的搭配技巧,很实用。 壮色打扮的穿搭建议,不建议两个饱和度高的色彩组合,很多人在服装的穿搭上都有一种误区,觉得越明亮的色彩进行组合,就会越显得好看。 就像蓝色加黄色,绿色加紫色等,虽然具备一些个性焦点感,却很是夸张。 改善,如果一定要进行高爆和色彩之间的碰胀,那么建议降低色彩的明度,例如选择中蓝色加酒红色,既能保证服装具备时尚感,也不夸张。 同时也可以选择墨蓝底色以及淡墨色,不管是哪种色彩之间进行的焦点与碰胀,都会显出服装本身的质感,都会很好看。 色彩要有主服之分 要是想让装色搭配具有一定的和谐效果,那么服装的色彩就有主服之分。 这样既能体现出服装的高级感,在穿着上也很自然。 就像大面积的蓝色的,加上小面积的红色,既不会有喧兵夺主的效果,同时也能保证服装配色在整体的穿搭的美感,不会眨眼,不会夸张,相反更好看。 在平时的撞色的搭配中,也都可以运用到这种形式。 70%到80%的主色,加上20%到30%的辅色,都会很别致,还很有焦点。 秋冬这样色搭配的服装选择,基础款,精致,不挑剔。 如果说哪种服装的种类是最不挑人的,很多人都会说是基础款,也的确是这样,生活中大部分的服装都是由基础款演变而来,即使它们再普通,再平凡,也都会很好看。 就像大衣,以及卫衣这样的服装,当人人都能驾驭起来的时候,就不会觉得它们有多么的时尚。 其实,恰似这种平凡的效果,才能塑造服装本身的气质,也能让普通的衣着有亮点,不显得过于简单。 搭配上,层次感十足。 此外,在服装整体的穿搭上,层次感也是很重要的。 其中,色彩上的层次感更主要,例如红蓝之间的搭配,不仅仅是好看, 更容易突出亮点与焦点。 同时,主色与补层次感分明,又不显得夸张,因此可以说,一米六一的周身也太会打扮了。 穿大衣配红绿衣好轻爽,像林家少年。 壮色搭配的色彩选择,灰色加白色。 对于灰色与白色来说,看似两种很基础的色彩,组合到一起却很有看点。 纯色与纯色之间,所表明的就是气质与个性的效果,还不会很枯燥。 大面积的灰色,具有一种沉着冷静的态度,可有时候也会略显晦暗。 所以用黑色卫衣点亮灰色的大衣的沉闷,这样小小的中和也是知性与率真的结合,很是高级。 绿色加白色,想要让服装穿得清新脱俗,不妨试试绿色加白色。 不管是展现在同一件服装上,还是进行服装整体的搭配,都显得很有艺术感。 白绿色的棒球服加白色卫衣,吸取了无数种可能性。 在大千世界中,似乎没有哪种色彩比得过绿白色的淡雅。 又很神圣,脱俗。 白色加蓝色,如果说色彩中有清爽的类别,那么一定是白色加蓝色,营造出特别的气氛与氛围,穿上还很精神。 白蓝色相间的羽绒服,蓝色的牛仔裤,很清爽的搭配,穿着上也都不会很沉闷。 冬日穿搭还能显出不一样的时尚感,像邻家大男孩一点都不老气。 所以冬季怎么穿才有亮点,这样色搭配挺合适。 连周身都爱穿,很时尚也很有韵味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敬请关注。 如果您想要的方案,先请关注。 Fearjozo。 刺申请关注。